阿拉斯加三面环海 是美国最大的州 面积171万平方公里 要比两个德克萨斯州还要大 其中安克雷奇是阿拉斯加的第一大城市 人口约27.5万 机场代码是ANC 1779年 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 航行经过此地 在库克湾可以看到船长的雕像 大家好,我是Tina 这里是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 让我们一起认识及体验这座城市的魅力吧 今天我们从市中心一路向南开 沿着西华德高速 一路可以看到迷人的特纳干峡湾风景 让我们看看这条路上有哪些惊喜吧 急昼和急夜现象会发生在北极圈北纬66度34分以内 和南极圈南纬66度34分以内 每年6月22日白天最长 12月23日黑夜最长 安克雷奇位于北纬61度 也会受一些影响 和我一起感受一下 现在是晚上的11点 天还在大亮 今天的日出时间是4点20 日落是23点40 基本上天亮的时间特别长 外面一直都很亮 这里是厚德湖水上飞机场 它是州政府直属拥有的水上飞机基地 这里常年对公众开放使用 平均每日可以起落190加次 目前它已经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水上飞机基地 安克雷奇居民家庭 飞机拥有量达18% 私人飞机可以说是安克雷奇特有的一个城市标志 阿拉斯加约有300万个湖泊 将许多的陆地隔开 使用水上飞机 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像是空中游览 或是去钓鱼看熊 一些家庭夏令营等等 飞机降落水面非常的便捷 像这种小飞机的起降架 可以更换 当它使用浮筒时 它可以在湖面上起降 换成轮子的可以在路面跑道上行驶 当它换成滑板式的 可以在冰面上起降 在这里飞机成为了多稀的动物 阿拉斯加2%的人拥有私人的飞行驾照 考个飞机驾照的费用 大概是15000美金 野生动物保护区是观鸟者和其他野生动物观察者最理想的去处 走在长长的观景台上 穿过沼泽 穿过水塘和沙草 是各种鸟类的完美栖息地 在每年的7月到9月可以看到三文鱼回游经过这里 本人的好了 这是三文鱼的红酒 这是一种冷酱来吃的 是南瓜 这是一种冷酱的 它是中火的 就是那个烧生 不要太熟了 反而是什么也不是 瘟子 轻盈闪烁的幽兰冰川 与绵延起伏的楚嘉琪山脉 相辅相依 置身其中犹如人间仙境 Luga Point距离市区到这里是18英里 开车30分钟 可以在这里坐停留 欣赏一下特纳干峡湾的景色 新日的话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鲸在这里出没 安可雷奇最佳的旅行季节是每年的5月中到9月中旬 我个人认为秋天最美 夏季比较多雨 阿里亚斯卡度假酒店 距离市区到这里是41英里 开车45分钟 滑雪场成立于1954年 这里拥有豪华的客房和优美的环境 第一座缆车成立于1959年 向大众开放 乘坐缆车上山顶 可以俯瞰安可雷奇美丽的峡湾风景 冬天这里吸引着全世界的滑雪爱好者 游客们同样也喜欢冬天的安可雷奇 搭乘观光的直升机 有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带您飞往楚佳奇山脉的上空 透过窗外向下俯瞰 是一片雪白辽阔的山谷冰川 一个个的天然龙湖 散发着一种极其微妙的蓝色 夏季高山冰川狗拉雪橇 最好玩的狗拉雪橇 需要飞到山顶去体验 因为夏季和秋季只有山上 才有足够的雪 完美的冰川漂流活动 适合所有年龄和能力的人 你可以选择从不同的车站上火车 参加此项活动 阿拉斯加冰川河漂流 要先乘坐冰川搜索列车 抵达后完成河上漂流 漂流时间是两个小时 具体请参考我视频下面的说明 有网站的链接可以查询和预定 鸡奈河 距离市区道这里110英里 开车大概两小时 位于楚嘉祺国家森林和鸡奈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 你可以考虑住在这里参加更多的活动 两小时的鸡奈河风景漂流之旅 可以在途中寻找野生动物 也可以从友好的导游那里了解当地的自然和文化历史 非常非常推荐 下一集更加精彩 我们会去到阿拉斯加的原住民文化村巡路牧场 乘坐飞机在冰川着陆 以及去马塔努斯卡徒步冰川 谢谢收看